MIRUME MIRUME HELLO 各位QueenShot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日本的名古屋 我們等等就要來為大家 開箱名古屋的名場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MIRUME 森綠茶坊 它是東京的一間設計公司 跟一世三廚生的茶農合作 然後我手上的是他們最有名的羊羹 對 然後它另外還有 貝南學 一個是貝茶口味 然後一個是綠茶口味 然後它整間店很特別的是 只要你一進到店裡 他們就先端上來這兩種茶 然後讓你做試喝 那我們現在各式吃一種 我吃綠茶 然後你可以吃貝茶 貝茶 好難形容喔 其實它的綠茶的味道非常的濃 然後但不會有茶的那個色感 就一點點茶的香味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吃貝南學 我覺得它貝南學的高底蠻濕潤的 相比羊羹 就是貝南學的茶香味沒有這麼濃 菲倫本來是非常喜歡 就是茶口味的甜點 可以來吃吃看劉羹 對 那我們就來做菜餐嗎 試吃時間 大家有聽到嗎 這酥脆的聲音很帥氣耶 仔細看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紅色的蝦子的一些地方在裡面 它蝦味真的非常非常的濃 那我們吃著吃著又要再到下一關囉 掰掰 清柳總本家 這間在明古屋大區 然後因為我手上的外廊膏而非常出名 然後這個外廊膏呢 它的外型雖然很像羊羹 但是它的製作方法不太一樣 它是主要是用米粉或者是絕餅而製成 還有青蛙饅頭也是他們家非常有名的商標喔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我們先來吃吃青蛙饅頭的口感 而且聽說就是它青蛙上面的表情 都是它們職人就一個一個把它刻印上去 它的餅皮是就是軟軟很紮實的那種 對它餅薄然後裡面的餡料非常的滿 非常滿滿的 它吃起來像月餅的感覺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外廊膏 外廊膏 它總共就是食入然後有五個口味 五個口味 那我們現在就一人選個口味來吃 好 那我選櫻花好了 而且櫻花蠻特別的 那我選抹茶口味 它口感真的跟羊羹完全不一樣 它吃起來口感有點像黏一點的發糕 有點鬆鬆軟軟的 它抹茶味其實很淡很淡 櫻花也是 那我們準備就去下一家囉 我們現在來介紹最後一家 對 那這個啊 是只有在明古屋車站才買得到的小雞蛋糕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小雞蛋糕有非常多種顏色 然後它的外層是香草蛋糕 裡面是包明古屋土雞蛋製成的布丁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車囉 它裡面的口感很特別耶 它裡面是布丁 而且我是吃原味 它的那個雞蛋味非常香非常濃 那我是吃草莓 它的草莓味也很香 它草莓布丁香裡面還有一個 焦糖布丁嗎 我覺得這是今天 就以上吃過所有甜點裡面我最喜歡的 我也是 那就是今天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只要有機會來明古屋的話 你們也可以參考我們今天推薦的地方 沒錯啊 那我們下次旅拍見囉 掰掰 在底下留言你想對QS旅拍企劃說的話 就有機會抽到明古屋伴手裡唷 我們下次見 的東西 我們下次見